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周一晨 今天下午在执行的系列会中指出 所谓广体座舱是波音七十七二十日以后的一种新装置 增加了机舱的空间 支柱客们做得更舒适 改装的主要部分 第一把衣帽架改成衣帽柜 整齐美观并且增加了空间 第二增加领床在安全玻璃装成的清滑板上 明亮而不处缘 第三增加了座位的姿势 今后中央航空公司将直入 把座位和七十七处型 都改成广体座舱